毛主席曾做了一个决定 让我军王牌部队与国军硬刚 致使国民党五十万大军落荒而逃 还把蒋介石气得破口大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今天就让我们回顾一下 这一段载入史册的历史 感兴趣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聊 1948年 我军在东北占据了全面优势 国民党军队被分割到了沈阳 长春和锦州 当老蒋还在是退还是守的问题上 犹豫不绝时 毛主席就已经在构思 决战东北的伟大篮头 为人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 那就是让林彪率领 东北野战军南下攻去锦州 接到命令后 林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在他看来 锦州是块硬骨头 需要慢慢消化 国军的残余力量依然不可低估 锦州虽然意义重大 地理位置却非常凶险 不仅四面环山 还南望河流 东野部队如果在这场战争中实力 可能会被国民党军队围困 到时整个战局也会处于下风 如果先攻打长春 我军就可以在东北逐渐蚕食国军 相比之下 攻打长春会更加稳妥 而毛主席在慎重考虑后 还是选择了后者 伟人认为 锦州的战略价值非常大 虽然冒险却更可行 因此这一场非打不可 何况东北是我国粮食产量最大 重工业最发达的地方 拥有国内最完善的铁路线 方便运输 能够快速地提供军用物资 而且我们在这儿的兵力要多于国军部队 军与党无法撤离 东北也会因此立刻进入战略决战的状态 于是毛主席给东北野战军打电话 告诉他们攻克了锦州 我们就有了主动权 命令他们争取用一周的时间攻克锦州 林彪也意识到了锦州的重要性 最终执行了毛主席的命令 带领东北野战军南下 1948年9月12日 东北野战军投入了战斗 五天之内连续攻占北戴河 围困青城等多处 老蒋建林彪兵职锦州顿时急了 急忙命令魏力皇从沈阳调集兵力支援锦州 并派遣孤祝同到沈阳督战 而同一时间 东北野战军和兄弟部队 已经使北宁铁路中断 把锦州和葫芦岛的敌军逼入了决境 让他们孤立无援 之后只用了两个小时 就将新城的守军全部歼灭 我军炮兵还封锁了锦州机场 以至于魏力皇的部队刚刚空投了两个团 就被迫停止了 后来老蒋从副作义那里调来了五个师 还从海上调际军队前往葫芦岛登陆 又命令侯敬如率部成立支援锦东的进兵团 而此时对我军来说 如果想要阻止国民党军队的援兵 塔山就成为了我军的战略要地 林彪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他前往锦州前线的路上 就已经给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打电话 让他们采取攻势防御 第四纵队得到命令后 立刻昼夜不停地赶路 进了紧急以南地区 尽管国军拥有最精锐的军队 和大量的飞机和大炮 但我们东北野战军不怕强敌 抱着誓死的心态 与国民党部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后来老蒋亲临塔山下令击中兵力 攻打此刻在塔山防线上的东北野战军 塔山防线一下子就陷入了巨大的压力之中 东野部队在战斗中损失惨重 可塔山在锦州战役中的作用重大 锦州能否拿下 关键就在于塔山能否保住 林彪立即下令 必须坚守塔山以最快的速度占领锦州 10月9日 东北野战军开始全面扫荡锦州外围 锦州的外围有不少的重地 配水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 它可以说是锦州的另一个门户 而这个配水池是日本人在1937年修建的供水站 建造时用了很多钢筋和混凝土 非常坚固 辽神战役期间 国民党军队也连续花了六个月的时间 重新翻修加固了这里 此外还盖了四栋房子 14个隐蔽的掩体 还有十多个火力点 可以说是防卫严密 同时这个地方靠近公路又是高地 攻占任务迁据 10月12日 三纵七十的营长赵新元和教导员 黄干率领部队开始发起进攻 当时驻扎在配水池的国民党军队有八百多人 而且几乎都是善于防守的退伍军人 至少都有八年的防守经验 所以在当时看来 国民党兵力可以说是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然而东野部队还是顽强抵抗了国军 迅速占领了红房子 他们从早上打到晚上 在将近八个小时的时间里 连续三十多次击退了国民党的进攻 一赢死伤惨重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八百人的队伍几乎全员其身 仅剩下五个士兵和一个随军记者 即便如此 赵新元还是率领着其余部下 死守在了前线 后来三营的战士也加入了战斗之中 他们联手最终拿下了这个重要据点 至此锦州周边的据点全部清扫一空 东北野战军的主力 开始在锦州城的北东南三个方向集合 打算总攻市区 十月十四日 总攻行动开始 林彪先让炮兵集中五百门火炮 扫射城内 锦州城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 一番进攻后 终于在城墙上撕开了几道突破口 当军队抵达铁路 准备突破城北方向的第二道火口时 两架重机枪突然从铁桥上的掩体里 猛然射击 把我军的进攻部队压在了陆基下 此时国军火炮也打起配合 在城里开火 堵住了我军原本打算突破的缺口 我军队伍立刻陷入了危机之中 执行爆破任务的二纵队作战组长 梁士英减壮 立即脱掉棉服 拿上两个手雷 抓住炸药桶开始匍匐前进 潜伏在距离地堡十多米的一个小土堆 用土堆做掩体 投掷了两颗手雷 之后借着浓烟的掩护 跳到地堡下方 把炸药丢进了堡内 接着转身就走 谁知碉堡里的士兵去将炸药桶给顶了出去 地面发出白色的烟雾 在这前军一发之际 梁士英拾起炸药 又朝堡内一扔 才松开手中的炸药 就又被对方推了出来 梁士英拼尽全力 死死地顶着炸药桶 排上看到这一幕大声喊 梁士英快回来 而此刻梁士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他斩钉集体地回答道 不行 话音刚落 一声巨响 碉堡被炸塌 梁士英也英勇就义 为梁士英复仇的口号 犀利的冲锋队继续战斗 九纵队的突袭部队在枪林弹雨中 沿着交通渠 快速穿过小林河的空旷地带 五连四班的赵洪拳率先冲到城墙的突破口 士兵朱万林也紧跟其后 城市爬上城墙 高举红旗 却被敌军扫射壮烈牺牲 赵班长此时已经身负重伤 他看到此种情况 忍着疼痛爬上了缺口 重新举起了红色的旗帜 就在这时 旗杆被炸毁 他也晕了过去 一派上牛津 再次举起了那面被炸毁的旗帜 还大声喊道 同志们冲啊 之后也受伤倒下 而士兵李玉明又紧接着第四次 在突破口上竖起红旗 三分钟之内 红旗三幅四数 这件英雄事迹后来也在军队中广为流传 10月15日 在我军的强烈进攻下 国军1.5万参与部队全部撤至老城 林彪命令东野部队 在傍晚之前必须歼灭景州的敌人 于是七纵队十九师开始从东南方向发起进攻 二十师突破东北角 二纵队也自北面出击 只花了十五分钟就爬上了南门的城墙 多路突袭勇往之前 将城中的守军一网打尽 国军其中一步逃跑时还被东野部队围堵 东北野战军在三十一个钟头的艰苦战斗后 全歼守军最终拿下了景州大获全胜 蒋介石乘坐飞机飞里葫芦岛时 看着这座沦陷的景州 可能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的几十万大军 为什么就是过不去这个小小的山头 1948年11月2日 沈阳迎头解放 同时 辽神解放战役宣告结束 国民党政权也随之落幕 我们能生活在这样的和平年代 离不开那些曾经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英雄们的付出 他们以牺牲自我为代价 为我们创造了如今美好幸福的生活 他们每一个人都将被我们铭记 让我们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对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欢迎评论区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